像这些故事 你到每个地方去 就会发解很多的故事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走进一个博物馆 就是要一站一站去体会 去走读 边走边读 让故事在身边流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贤琴 那么在今天台北故事博物馆的节目当中 很高兴地为大家邀请到 蔡品坤副市长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在新的一年 2021年里头 台北市一个非常重要 推动的计划 就是无为强博物馆 很高兴地在今天节目当中 为大家邀请到蔡副市长 哈喽副市长您好 闲井好 各位听众朋友 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会这个五大区域结合 一个是工程嘛 然后还有就是场馆跟这个活动 可是在场馆跟活动 这个部分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民众 他会好奇说 所以我们每个区域是 既有的活动要扩大办理 还是呢 其实我们会发展出 属于这个地方的一些新的活动呢 OK好 这张图大概整体上 都可以看到我们各个博物馆 各个博物馆的特色 不过我用一张比较具体的来看 这个我们就举一个北投为例好了 因为我想大家去北投的经验也比较多 因为现在天冷了 对啊天冷去洗温情也很好 比较多 好所以我要讲的是走读的概念 走读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走进这个街区里面 然后去探索 探索 那我们从这个里面来看 像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很多 这些你刚刚提到的相关的场馆 那如何规划出那个路线 这里面其实你看 所有北投的场馆都在这里 你可以规划半日游 一日游 还可以规划两日游 就看你如何去做深度的探讨也好 或者是怎么走 那我最近因为也都跟市长 到每一个博物馆去走 我们现在已经把五个走完 五个都走完了 甚至我们还这个 准备第二轮了吗 对对会在第二轮 那五个走完之后 你会发现说 哇真的很多的 感动包括你走进去之后 跟市民的互动 跟这些场馆之间的一些探索 就像那句话 故事在身边流动 OK 那那天我们到北投去 其实我也很建议说 你可以搭捷印来就好了 搭捷印 已经是到新北投车站 新北投车站 下了车站之后 这里你就看一下新北投车 这边有那个站题 一百年前的站题 然后也有车厢 那你就沿着这个走 北投公园 哇这个公园真的很棒 就是生态公园 你可以看到说北投石 齐里岸石 那所营造的那个桥 那个都是百年以上的桥 然后你会走进全世界 二十个最美的图书馆之一 被图书馆 很漂亮 像这个 在森林里 在森林里边 像一座很漂亮的一座 类似是旗舰吗 还是什么 反正你看它像什么 你看它像什么 而且它都是最环保的材质 是 那通风设计 然后自己可以有这个 照明 太阳能板等等 它是一种绿建筑 对绿建筑 然后你就可以走到温泉博物馆 这个当年最大的公共议殖 现在成为非常棒的 去体验说当初这个地方 整个温泉的发展 好 那你可以寻找这个天果庵的遗迹 它已经不在了 它是北头第一个温泉博物馆 温泉旅馆 那已经不在了 可以找到它的遗迹 那你走入梅庭 梅庭就是当年 于右任 他在这边 这个他的别馆 那你可以体会一下说 在北头 那于右任来这边 山壁 这个壁属 壁寿 壁关说 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呢 你还可以到普济市去 像这样走的话 其实 半天的时间 大概就可以了 对 那当然现在我们包括像儿童乐园的整修也都完成了 就全台湾第一个儿童乐园 那里面还有很大很大的溜滑梯都还在 OK 那当然也可以走到地乐谷 去体会一下这所谓的秘境 这个女巫的秘境 它的这个汤是这个非常棒的 然后可以去看一看 到文路馆 那这里的话呢 是全可以说最高档的 在北头地区 当年日记时代最高档的这个旅馆 那就是当年这个很多 曾经有那个故事 就是说这个神风特工队 他们在出勤之前 就在这里最后的灿烂 像这些故事 你到每个地方去 就会发现很多的故事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走进一个博物馆 就是要一站一站去体会 去走读 边走边读 让故事在身边流动 是好所以走读是很重要的 让故事在身边流动 但是我在刚刚看这个图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原来北头 好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 可能会有一些民众 或是听众会跟我嫌弃一样说 那请问一下副市长 我们可以把这张卡带回家吗 还是我们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 因为可能大家认识 跟跟我一样 可能我们对于万华猛甲 你知道龙山寺 可是周边 你不知道还有要佛聚街 你可能还不知道说 旁边有青草像 所以其实一般的民众 他们是可以在什么样的地方 比如说他们有书面的资料 或者是更多 关于这五大区的 无微墙博物馆这些资料 非常好 我们大概从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当然你只要到 文化局的这个网页里面去 就可以找到 无微墙博物馆的一个介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每一个博物馆 都有一个场馆是负责的 PM场馆 就是说 找他就对了 对北头文化博物馆 他就是这个地方的总齐层 你来到大道城 你就找到我们的新文化运动馆 这个新文化运动机缘馆 这个也有故事的 当年他就是北景署的办公屋所在地 那在这个蒋卫水那个年代里面 他其实是跟蒋卫水的故事相当连结的 那你到城北廊代就也当在艺术馆当PM馆 你只要到那边去 那PM馆里面都有很多完整的介绍 相关的资料 对而且他就在做串联的工作 是 就他们主要的工作 那来到万华 你都要到西门红楼去 是 那就可以负责整个西 整个万华地区 他有完整的资料 那如果来到城南台大 也就到保障岩 我们有国际艺术村 所以每一个PM场馆所扮演的角色是 把这个地方所有整个资源做盘点 然后他们有规划各种路线 各种走读的路线 所以整个资料是很完整 所以大家要把这五个场馆好好牢记 对不对 但如果说呢 你现在没有看清楚没关系 你可以上这个网站 打这个台北屋围墙博物馆 上面其实就有这些场馆的一些介绍 那大家呢 如果要走读这五大区域的话呢 其实记得先到场馆去报到 因为里面呢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这个资料 好那其实呢 刚刚副长也有提到了 因为到这个地方 你要怎么规划路线 其实我们在市府这边 我们也有策划了一些路线 那其实在场馆里面 大家其实也可以找得到 好那我们谈到这个 吴维墙博物馆的计划呢 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五大区 事实上呢 除了这五大区之外呢 它还包含了三个很重要的场馆 就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还有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以及呢 这个信义的松烟文创 那我想接下来 我们要花点时间 请这个副市长 跟大家来谈一下 否则这三个区域 想说为什么 我们明明在里面 怎么没有介绍到我们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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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所谈的五个 大概就是由北到南 你看从北头到城南 大概是以这一条重的轴线为主 它都在整个 我刚才一开始就提到了 因为它跟交通的发展 跟整个台北市由小慢慢长大有关 那现在除了 其实我们在东西门户计划 其实相当成功 那如果这边是西 那这边是东 东的话就是会想到南港 那南港有台北流行业中心 这个是全亚洲最好的流行业中心 那么终于在今年已经正式开幕了 那它有南北两个基地 那北基地是表演厅 那目前非常的夯 要进去 这个都要 都要很早就要预约 那也很多的观众 它可以达到六千多个位置 那南基地这边有 未来的产业馆跟文化馆 那明年也都会陆续完成对外影印 所以整个台北流行业中心会成为南港地区 最重要的地标 它像一颗钻石 你看那个造型像一颗钻石 所以我们就赋予它一个任务 它就是南港地区无微墙博物馆的PM场馆 是 它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了 那它开始一思考说 我怎么样跟我旁边的 在地有的一些结合 这边有这个瓶盖工厂 12月也已经落成启用了 然后南港展览馆 然后这边有很多的新创产业园区 然后再加上南港有制茶厂 就是开始盘点把南港地区所有可以跟文化跟历史脉络结合的 甚至是新兴的场馆文创的场馆都表放过 它就会变成一个无微墙的博物馆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北邑 这个一个叫北流叫北邑 北邑就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那这个也花了蛮多的钱 这两个北流跟北邑我们都要谢谢中央 给我们很多的资源 那北邑预计明年就要完成了 那颗球 它其实是也可以说全亚洲最有特色的一个表演艺术中心 对它可以在球体里面 那个球体可以做八百的人 它是三个主要的场馆之一 那它整个串联起来可以八百个位置 再加上另外一边的这个一千五百个位置 可以同时有两千三百个位置来做表演艺术 它可以共用中间的舞台 那个设计是三个舞台中间可以共用 三个观众席中间可以共用舞台的设计 而且这个设计其实还是在表演艺术方面相当有特色的 那明年开幕之后 它就会在士林地区扮演重要的角色了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了 而且我们刚刚讲到第一轮的盘点已经完成了 那它就可以跟士林夜市 大家想到士林夜市一定想到美食嘛 然后跟这边有山馆议员 有科教馆天文馆 然后往那边可以跟故宫 然后往南可以跟圆山 所以可以从圆山一直到故宫 整个士林地区整体做串联 然后把戏曲中心也纳进来 等等这些就变成一个叫做 士林北翼五维桥博物馆 然后由北翼来扮演PM的场馆 那这三个我们的信义地区 信义其实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地区 你看我们熟悉的有国务健康馆 然后有这个国务健康馆 有101 然后有松烟 松烟也是文创园区嘛 这个都有文字身份的 再加上旁边的台北机场 虽然是属于文化部的 它未来就是铁道博物馆 那再加上现在大家众所瞩目的大巨蛋 明年后年就可以预计 预计后年就可以开始营运了 所以这边就会形成一个 另外一个新旧融合 然后体育文化商业 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很 有新潮的也有旧元素的一个商圈 那我们就赋予松烟 因为毕竟松烟还是我们的文化场馆嘛 赋予松烟一个这样的任务 由松烟来担任这个PM场馆 所以我们叫信义松烟无为强博物馆 所以三个 现在其实士林北一已经走完第一轮了 那信义松烟正在第一轮的过程 然后接着这个南港北流就登场了 所以大概这三个场馆 我们也预计在这半年内都可以上线 那半年上线之后 我们就开始走独了 然后开始跟地方结合啦 然后开始让这个大家能够走进来 然后按图索记 然后把路线规划出来 那成为一个大家可以在这边去认识它 然后从新的元素 然后去探究旧的元素 新旧融合的一个无为强博物馆 OK好 所以呢其实台北这个无为强博物馆的计划呢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五大区 其实还要再加入这三个 只是这三个呢 其实包括他们的场馆可能完成的时间 所以他们可能也许起步稍微慢一点点 但是呢 对于所有的这个游客跟民众来说 来到台北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就会知道 台北真的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而且呢还可以很有目的性 你可以一次逛一个无为强博物馆 否则呢闲情其实好多朋友说 台北到底哪里去 台北好多地方可以去 当然以前你可能在玩的这个过程里头 你可能挑一些重要的景点 但是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可以呢 利用这个无为强博物馆的计划的话 你不只可以去到这些重要的景点 其实你对于台北的历史 人文发展跟在地的一些资源 在地的这个庶民文化 我觉得可以结合的这个更深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呢 我们的蔡副市长 跟大家做这么精彩的分享 让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呢 对于台北市在近几年 我们积极推动的无为强博物馆计划 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最后呢想请问一下副市长 有没有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提醒 好 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事情 我都觉得它有一种 时代性 当我们开始推动 其实我们没有想到说 今年会有疫情 疫情这件事情改变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改变了我们对旅游的概念 以前国人旅游要么就出国 要么就到偏乡地区 到离岛去 那从这一波里面我发现说 当我们不能出国了 我们开始关心周边的事情 开始关心身边的事情 开始去探讨身边的故事 所以当我们推出无为强博物馆的时候 得到很多的回想 第一个回想是在地人 他对这个地方的认同感提升的 他觉得哇 原来我们桌边有这么多的故事 第二个是让中南部的游客 他也愿意到台北来 他来到台北 他以前拿到台北只会去三个地方 去101 去中东纪念堂 去国务纪念馆 现在不是了 他现在可以走入街区去 一个一个街区 一个一个博物馆去探索 那所以当然我们也搭配了一些 补助的活动 因为毕竟这段期间 其实所有的旅游业 所有的观光产业 也真的受到很大的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对于团客 对于自由行 我们都有市府 也都有一些补助 希望说让更多人进到台北市来 认识我们的城市 认识我们的五位墙博物馆 好 我们所有这些事情之后 它会变成日常 大家就习惯说 我到都会也可以旅行 到都会去小旅行 到都会去做这种深入的探讨之后 其实我们某种程度是在做好准备 当疫情过后 当世界的开始又活络起来了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们会把国外的观光客 它就不是只有到台北住宿 它其实我们要把它带进街区去 让它来到台北 它是认识台北的 现在很多的大饭店都在跟我们合作 所以它会变成一种未来的新形态 改变了以前的运作模式 即使是国外的旅客 其实他们对很多的宗教文化 对街区的文化 他们是很有兴趣的 美食等等 走进街区认识这些古老的或者现代的元素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台北市要迈向一个下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疫情改变了大家的生活 其实也改变大家旅游的方式 当然我觉得它也改变了大家的一个心态 就像刚刚其实副市长说的 故事就在身边流动 只要你愿意打开心 只要你愿意用你的双脚 用你的双眼去看 你会发现 其实你所生活的台北 其实或者是你来的这个台北 它其实有好多的故事 都值得你去探索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蔡副市长 跟所有的朋友所做的精彩的分享 感谢您 谢谢 好 谢谢贤情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